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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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局能够安排一个 大家一起读书的活动 因为大部分我们的讲座 都是讲者有得讲 台下没得讲 我觉得读书的人 都很热冲于表达他们的看法 其实很喜欢看电影 或者听音乐的人都是一样 很喜欢将自己的 对某一件作品 或者某一首歌 或者某一套电影 自己的看法 或者自己觉得有些特别的体验 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负责策画的时候 梁文道邀请我 有这样的活动 我当然答应了他 请假来这里 他问我选什么书 第一个问题 他就问我选什么书 其实我选了一本很冷漠的书 我相信来的朋友 很多时候可能是 在读书 或者是读历史出身的 可能是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在读书 在这里 是不是读历史 不是 或者我简单地说一说 我为什么会选这本书 作为一个引字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讨论这本书 首先就是那本书的作者 史景迁是耶路大学的历史系教授 是在我读 我本身就是在中大 生亚书院的历史系毕业 在我读 历史系的年代 已经开始看他的作品 当时我记得我 其中一位老师 教明清史的老师 和中国近代史的老师 他跟我解释过 为什么Jonathan Spence 他的英文叫做 为什么他叫做史景迁呢 他的原因是 因为他是很仰慕中国的 一位很伟大的历史学家 就是景仰司马迁 所以就叫做史景迁 我们那个年代 80年代读历史书 我老师就是黄以敏 研究江南造船厂 研究中国近代的军事 坦白说是很闷的 当然今天会知道他的贡献 但当时来说是很闷的 我觉得 我记得我们考这个学位史 考中国近代史其中一条题目 很简单的 他写黑板那里 黄以敏的国语很难听 来到他就写他说 请说明江南造船厂经过 那个答案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们就要一条一条地 将这个 自强运动里面 就是阳武运动里面 就是每一艘船 在几年几月几日 在江南造船厂落水 然后在哪个战役里面沉没 全部搭上它出来 那你就可以pass了 所以当我看到史经迁的作品的时候 好像是另一个世界 打开另外一栋枪 我记得当时教授史学方法的 就是许冠三先生 在中文大学 其中一本书是写过 中国现代史研究刘少奇 他另外一本书就是讲史学与史学方法 其实那本书对曾经影响很大的 其实就是 教我们怎样去写历史 当时我们就读很多关于南克史学 德国 就是怎样将历史变成一门科学 大家可能都没想过 历史为何是一门科学呢 那我们就研究怎样去搜集资料 怎样将那些史料去考证 考证了之后 然后将它 就像刚才所说的 好像江南造船厂经过那样 一条一条地把它排列出来 完全没有个人主观的成份在里面 就是将那些史料露列出来 我们就叫做一个所谓科学史观 而南克的科学史观 其实对中国近代的史学影响相当之大 包括之后影响中国民国时代 傅斯年 然后台湾的学派 一个学统一直到台湾 但是史景千的另外 我刚才说的 为什么打开了一门呢 就是他完全是违背了我们读史 读史学方法里面所讲的 历史研究的东西 他讲故事的 这个人是 我记得当时我们看的几本书 一本就是讲康熙 一本就是讲雍正 雍正那本就是很好看的 因为当时我记得 我入大学之前 刚刚播这个 《丽的电视》 那时候有很多清朝 关于清朝的武俠剧 其中一个就是《大内群英》 我还记得 我没记错 我当时做曾正的那个 其实是姜大卫 好像是 雍正那本书就是讲 treason by the book 就是一本书 所造成的一个叛乱事件 就是讲《大二角迷路》 雍正最后写了一本书 它是《大二角迷路》 那两本书的印象很深 康熙那本书呢 就是它从康熙的角度去写的 我们读历史第一样的想法 就是怎样客观科学 那我就正常 我说不是应该看完那些清朝六等等 就把它排列出来 它不是的 它完全从康熙的角度 代入康熙去写 究竟它怎样看管治这件事 那我觉得 啊 印象很深 还有什么呢 很有趣 因为对很多人来说 历史是一个很沉满的学科 一直看了很多书 关于太平天国 关于天安门 其实其中一本写得很好的书 是写天安门 不是写1989年何运 而是写中国近代知识分子 如何去追求这个自己理想 我想中学很多人都看过 其实是《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另外就是教科书 那本是 《张代》就是这本 《前朝梦益》就是他最新的一本作品 我相信也可能是最后的一本作品 那也是为什么我选择这本书的原因 为什么 史景迁会在他晚年 是写《张代》这个人呢 我假设大家可能都有少少理解 对《明朝的历史》 《明清顶甲之制》的变化 和《张代》这个人 就是今天我所讲的主题 其实是一个 希望读历史书里面 你看到一件什么呢 就是 写历史的人 他写的对象 的历史背景 和看历史书的人 三者的关系 究竟是怎样呢 是一个很 令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感觉 我看这本书 完全不是说 我得到什么实用的知识 而是我刚才所讲的问题 写历史的人 他写的对象 和看历史的人 三者的关系 究竟是怎样呢 我刚才说了史景谦的背景 这个就是写历史的人 是一个很 景仰司马迁 中国历史学家司马迁 的一个西方的学者 司马迁的特色是什么呢 大家可能如果有看过史记 都知道 其实司马迁都是讲故事 大家看史记里面 很多的 例如列传等等 所寫几寥几笔 已经写出 很生动地写出一个 人物 在历史里面的人物 还加上写历史那个人 的角度 他带你回回那个时代 然后他告诉你 我怎样看这个人物 其实在史记里面 都是在解答我刚才那三个问题 司马迁 史景迁之间 和张代的关系在哪里呢 那我讲讲张代的背景 其实 我想大家可能都熟悉的了 我首先看张代的书是什么呢 其实我是很喜欢 明朝 晚明的散文 其实 因为我读中学的时候 我很喜欢看周作人的散文 然后由周作人开始去 再看晚明的小品文和散文 文字相当之简杰 我想相比起今天 大家看的那些共产党中文 一定会觉得 其实中文曾经是一个很优美很优美的时代 如果大家有机会 拿张代的图音梦役 和西湖沉梦 这两本书来看 你就会知道原来中文可以写到这样的 用二十字写完的东西 绝对不会多过一个字 其中一篇是讲他大雪底下去西湖上雪 去湖心亭上雪 其实我去中学演讲 我都常常叫中学生来看一下 湖心亭上雪 很小字 完全整个气氛 他讲他和书童 在落雪那天去西湖 然后在湖心亭 见到一个客人 然后一起在那儿喝茶 喝完茶之后走人 就是这么多 然后呢 由图音梦役 西湖沉梦开始 就再看什么呢 就是他 最重要的作品 就是石桂书 和石桂后书 石桂习后书 石桂习 就是写明朝历史的 那张代这个人 为什么会受到史经迁的关注呢 就是 他是相当之有趣的 这个人呢 在自己死之前 是帮自己写了一个无字明 如果你看过他的无字明 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他说我上半生就是一个 就是那些二世祖 那你在看《淘湾梦役》 绝对了解他一个二世祖 他喜欢什么呢 喜欢 什么都好 他懂得唱戏 自己有戏班 喜欢喝酒 喜欢喝茶 喜欢收藏古董 喜欢玩雀 玩蜥蜀 差不多所有 他说中国当时士大夫阶层 或者文人阶层的 嗜好 他都好 放烟火等等 每日他的生活 在1644年 应该是满清入关之前 他的生活 他当时就住在绍兴 但是绍兴 都是当时江南的文化中心 亦都是经常往来 例如去杭州 蘇州 洋州 去旅行 去玩 以及一班朋友 他前半生的生活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二世祖 都不知富第幾代 曾祖父是中过这个状元 做过高官 在明朝天啟年间 到他那一代 其实都是一个相当之 一个富裕的生活环境 当然是 但是满清入关之后 将所有他的幻想 全部破灭 而施敬迁当时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 为什么满清入关 那时候 那么多明朝在江南的士人 是自杀 其实不关他们的事 崇禁在梅山自艺的时候 不关他们的事 其实 就算你说 当时满清的 军队攻打到 譬如扬州 扬州十日 那其实 扬州十日最主要屠城 其实是当时的一些军阀 明朝军阀的部队 满清的骑兵 其实在后面 其实满清人一直都很 对江南很大戒心 其实他 所以他不想很多时候有激烈的斗争 但是 你想回头 其实在元朝入主中原的时候 情况是很不同的 都是外族入侵 都是国破家亡 但是在明朝的国破家亡 是相当之悲壮的 其实 那种悲壮一直延续到 顺治康熙 大家看金庸的小说 你会明白的 为什么陶杰这么推崇金庸的小说 他背后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背景在 就是他写譬如 韦小宝 写《鹿顶记》 写《书劍恩寿录》等等 其实那条是中国 士大夫文人知识分子 一直延续百多三百多年的一个问题 大量的江南士人自杀 全家自杀 其实陶恩梦契 张怠也有说过他的朋友 全家一起跳头河自杀 为什么满清都未打到那些人 已经是 一个这么大规模的自杀 殉国呢 另外一些就是 当然是起兵 那些侍身 如果举例 好像 当时英军入侵香港 那样 那刘黄发回到乡下 就起兵 聚集他的族众 一起在这个龙骨摊村起事 那样 就对抗英兵 那当时整个江南都是这样 一路镇压之后 一路就死的死 大部分是什么呢 有很多是饿死的 原来 为什么饿死呢 大家以为 那些人什么 不是这个朝廷 不是朝廷 就是隐日 逃入这个山林 那就以为很有型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逃入山林那些人 根本是没有东西的 其实《将代》里面也有说过 那些人 真是活生生地在山林里饿死 都不肯出来 另外一部分就是什么呢 出来那些人被人骂到死 说他变捷 那你想想整个反清复明 这个主线一路潜伏 一路不断 如果大家有读过 中国近代秘密回党的历史都知道 其实在整个清朝里面 都有不同的秘密会社起义的 其实 在各地 然后一直到孙中山革命 那史经千在那个序言里 他都有说的 其实他就想了 是不是明朝的中国 是一个很文化颠峰繁华的时代 而令到他们 国破家亡的那种感觉 不单只是皇帝 崇禁自杀 那么简单 反而是整个理想幻灭 整个中国文化的理想幻灭呢 那你看看张代 其实是看得出的 我相信也是史经千 为什么 刚才我说的是 写历史的人 和写历史的对象之间的关系 因为史经千本身 是一个对中国文化 相当之有一种养慕之情的一个学者 所以他希望通过张代本身 去了解究竟张代前半生 其实中国文化 中国所谓的盛世 是怎样 不是今天 当然 真正中国文化的盛世是怎样 而令到那些人 为什么满清入关之后 那么痛苦呢 是不是只是剃头那么简单呢 是不是只是易服那么简单呢 他的痛苦来源是什么呢 跟着就是你看这本书的人和他们的关系 大家中间有一个联系点是什么呢 就是都是司马迁 张代本人是相当推崇的司马迁 而他写明朝的历史那两本书呢 其实都是仿效司马迁的著述的风格 以及那种的用个人去点评历史人物 事件等等 那到最后第三 就是说你看这本书的人 就是为什么我会选这本书呢 除了我读书年代看过史景千的作品之外 那就是刚才我讲的问题 其实中国文明 中国文化的巅峰 在明朝末年 究竟到今天是怎样呢 其实这一路我自己很有兴趣的 那我自己本身在生亚书院读历史的年代 其实我中学已经接触生亚书院的老师 因为当时我中学的老师是生亚研究所毕业的 就来了中学教书 那他老师就是前目 中学年代已经看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国史大纲 然后进入了生亚历史系 就开始读中国近300年学术思想史 就跟当时的陆耀东老师 近300年学术思想史 和中国史学师 其实当时我不明白他们教 为什么教这些东西 他们教什么呢 第一 在我们读明清史的时候 他有教这个 叫做 部份其实是曾经起兵抗清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 清初的 大余那些 在名誉学案里面 在名誉学案里面 所提出的 所提及的那几个 王中熙 像顾炎武 那我自己一直不明白 其实我不求甚解 那时候读书可能就是 你说读我就读 当时我就不太深究 有什么叫唯闻意识 其实 唯闻究竟是不是纯粹是 相对于政权那么简单 那时候我记得 就是 1985年 我就第一次回去 广州的北京路 那时候广州北京路 现在还在 有一间古籍书店 那为什么呢 就是那时候老师叫我们 帮他上去买书 买什么呢 就是买陈人阁 的全集 那特别 祝负我呢 一定要买这个 《柳鱼士别传》 这本书 是晚年的作品 其实跟市影师一样 就是一个就选张袋 一个就选柳鱼士 那当时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我老师是 千钉万筑 我一定要买这个 《柳鱼士别传》 那我然后一直在 火车里面 就看这本书 第一门到爆炸 大部分都是史料铺层 就是 后来知道 可能在板桥集记里面 很多的史料摆下来 那一个明末清初 的秦淮河的妓女 虽然她老公很有名 曾经是起兵抗清 后来又投了行 就是这个《前谦益》 但是为什么我身下书院的老师 这么推崇一个陈仁确呢 其实我又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 但是将所有的东西 一路到我出来做事 一路经历多了 也都投身在政治工作里面之后 我开始 click 有些东西开始 十年二十年之后 你会明白 其实为什么他们所 对中国文化复兴的盼望 是这么strong的呢 这么强烈呢 究竟他们所经历过的 中国文化 那个时代 在民国时代是怎样的呢 其实他和那帮明末清初 顶甲之際 那帮遗民有什么思想上的联系呢 是到我近年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将代这本书 其实对我来说 对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是同样有个很特别的意义在这里 所以我今年写了一本游记 叫做《中国游记》 其实是写整个江南 就是我去扬州 去苏州、杭州旅行的时候 的一些看法 那变成了就好像我 和这本书的 因为我自己读历史的经过 令到我和这本书的主角 好像有个联系 为什么他眼中看到的 明明去到康熙 都已经是开始进入 就是很劲 其实 是吧 顺治就很差一点 康熙已经相对比较好 为什么他眼中 这帮人看到的全部 都是我们叫做残山盛水 你留意一下 当时的文人画那些人都是 八大山人的那些画 画出来的 那些树都是古怪怪的 那些筆 很多都是破筆、离筆 那些 给人一种 根本就不是 一个盛世的感觉 当然皇帝是另外一面 就叫那些画家 画很多那些 什么皇帝南巡 什么盛世知生图 什么 古苏繁华图 那些来对抗这帮文人 但就算是画家也好 他看到它是另外一个世界 最近 大家有兴趣 不知道做完没有 在香港文化博物馆 展出这个智乐楼的收藏 就是《明月清风》 当时我看完之后 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原来香港 是收藏最多 明末清初遗文 的书画 就是何世柱的爸爸 就是何耀光先生 已经过世了 应该在香港展出完之后 就会再送去这个 纽约的现代 美术馆再展览 其实 然后后来看回长刊 原来六多年 在大会堂一路一路 原来张大千帮他收藏 一路怎么去collect 这个 所谓顶甲之制 明末清初的 好像又突然间有条线 他串了下去 他们为何会支持 新亚书院 这班人 来到香港之后 是吧 为何他们对明末清初 这班遗文 有这么强烈的感情 我相信当时他绝对不是因为钱的 这个人去收藏这些作品 而是他真的 就是当时 他那个长刊引述 他对这些书画的评价 他是一个商人 但为何他会这么有兴趣去收藏 现在就是完全因为钱 很多人去追捧这班书画家的作品 但六多年 我相信大部分不是因为钱 我相信和钱穆和茂中三 来到香港那班人的心态是一样的 我觉得是 因为他们觉得 中国的文人精神 文化的巅峰时代 其实就是 反映在这些遗文的作家 他们的书法和字画里面 所以将史景千这本书 我觉得他虽然没有说到 没有遗文这两个字 完全没有出现过 但你看他很短的序言里面 你知道他为何会选这个人 他如何看中国文化 而你慢慢每一个chapter去看 当然 为什么我建议大家看中文本 其实看英文本是很吃力的 因为他里面所说的所引述的东西 很多人名字名 大家搞得头昏老丈 我觉得 最后我想介绍的就是 这个 廣西司法大学出版社很有心 那 廣西司法大学出版社有三个 大家认住 一个在广西 一个在上海 一个在北京 大家认住 如果是的话 你想要买quality的书 第二个就是许卓云的作品 从历史汉领导 从历史汉管理 从历史汉人物 另外就是这个 韦伯所有中文的翻译 全集 Max Weber 的精装版 和董桥 出得相当之漂亮 董桥那两本出得好 比香港牛津更好 其实 有 taste 所以我 说到这里为止 因为今天大部分时间 希望大家一起去看这本书 我说了我自己去 为什么我会选这本书 我怎么看史经迁 怎么看将代 和和我自己去学习历史的关系 我带出一个 刚才我一开始所说的问题 其实看任何历史书都是一样 我觉得 你可能是为了温习 为了考试 但这些是过去的 当我们离开了学校之后 我们出来做事的时候 历史对我们的兴趣 绝对不是 一种很工具性的知识 我们经常说 感应 感应是什么呢 写历史的人 他所写的主角 和看这本书的人之间 其实应该有感应在 否则那么多书好看 是不是 看来做什么呢 看DVD也可以 看YouTube也可以 看建党委业也可以 看建党委业也可以 或者看 这个 那么多历史大片 现在 又战国又三国 但好的历史作品 我觉得 你可以从中找到那种感应 可能很抽象 我觉得 因为每一个人的经历是不同 但在我身上 可能你们未必有那种感应 但我觉得 就是 是一种感应 这个 不是一只狗 是我的电话 我说到这里 大家 当作聊天 因为我相信 可能未必来的朋友 都看得完 其实这本书 不是难看 但可能 是要花时间想的 有些东西 如果看过 或者未详细看过 我觉得 都可以 大家讨论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不想问你为什么你报名 报名 为什么会来这个 就是 读书会 很难得 就 如果你说说 一点来的 但是我都应该来的 我覺得讚是應該越慎 我自己的書展來了很多年 我想由十幾年小時候開始 越來越失望 老實說 從以前那些擺刀活劍 到現在是等級已遲 會覺得書展整個人都站起來了 但近這一兩年 例如去年有留意場展覽 今年有世世 今年更加有幾個小名書 我報名的原因是因為他很有心 值得支持 請教也要來 跟我一樣我請教來講 就是義工來 其實我相信 我會覺得你好像 我聽你剛才說的 我會覺得你好像很有感觸 是 如果你看看我第二 例如商台書的時候 我發覺好像你感觸 跟我家裡想再聽聽 你為什麼會這麼感觸 會不會和你近年中策做的東西 我想感觸不是來自我自己實際的工作 而是我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看法 其實我自己這樣看 香港有幾個作家 我都挺喜歡看的作品 一個董傑 一個陶傑 兩個很不同的風格 但是我覺得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看法一致 相當一致 但是表達方式很不同 一個就是用Mr.Bean的方式去表達 就是一種bad pace的方式去表達 欺笑浪漫 但是那個心亂 他另外一個世界 因為我和陶傑做同事 都主持過電台節目 幾年 在光明頂晚晚我們都走了之後 除了有一次他去圍多利亞酒店出去 或者其他時間我們都在上下 講很多問題 其實為什麼我有一個感觸是什麼呢 我覺得 中國經濟是很強大的 所謂國家崛起 很多人說中國盛世 但是這種盛世是一種什麼的狀態呢 所以我去年聖誕節我去揚州 為什麼我聖誕節到揚州呢 就是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因為揚州的人通常都是三四月才開 去到壽西湖什麼人都沒有 所有那些電瓶車都沒有了 相當之開心 所有那些 有個喇叭仔在那裡的旅行團都沒有了 沒有人 簡直是五庭跳 如果大家去過揚州都知道 其實他最靚的就是那個跳月台 五庭跳那裡 白塔的 沒有人 那我就在那裡想 其實當日 這幫江南的文人 站在壽西湖那裡 其實他們在想什麼 他們為什麼這麼害怕這個滿清入關 其實我之前寫過 1644年發生的事情 1949年發生的事情 有沒有相關 對於這些文人來說 他們那種痛苦 陳人確那種痛苦 其實是不是跟當日張國內的痛苦是一樣的 如果大家讀過陳人確的故事 你看到最近她的女兒寫了一本書 寫了她的媽媽 我忘記了她叫什麼 也同寬落也同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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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無論是桂倩林也好 陳人確也好 這些人根本她的一生是毀了的 是1949年 陳人確為什麼研究柳如是 大家想不到她是瞎的 其實她死柳如是 截轉的時候已經是 但是她的記憶完全是靠 即是口述然後不露 一個姓黃的女士不露 即是她的助手 其實柳如是這個問題 其實是說節儀 其實你想想她等於史兵千社章代 陳人確寫柳如是是一樣的 為什麼妓女可以保存節儀 而一個當時東林黨伏社民人的老頭 即是她老公是前兼憶而失截 最後一起跳水 她說水太冷了 拿腳試一試之後就不好了 就抱著她老婆說你不要跳了 其實柳如是很慘 前兼憶死了之後 那些家人排擠她 叫給鏡城 所以我覺得那個感觸 其實不是說 因為我做事成功失敗 這些不重要 我覺得反而 而是說你見到每一天 那些東西 慢慢在影響香港 所以我們所謂說 中國文化再崛起 文化復興等等 如果你從這個角度去看 香港從何談起呢 其實 是吧 你看貴善林晚宜所寫的東西 那些是甚麼來的 如果從一個知識分子 各部去看的寫的東西 當然 你應該同情她 但其實她的學術生命已經毀了她 如果不是這樣 我們怎會保留保存到 葉宗儀在香港呢 因為她有機會去到法國 有機會看到法國收藏 她的經驗 跟她的學術生命 他們的經驗 他們都可以成為最後的國學大師 因為她在香港 你想想 你能夠留在中國大陸的人 跟清初那些知識份子 其實他們有沒有 共通的地方呢 其實是 回想起來 你就會覺得 這個不用政治美人 我會覺得 然後你會明白 當日錢穆的那幫人來到香港之外 我想大家可能有機會看看 出了一本書的商務 講生涯書院 好像一個夏威夷學者寫的本書 英文翻譯過來成一個中文 今年才出的 他們講錢穆 跟蔣介石給錢給他 為什麼不要 為什麼他最後選擇不去台灣 而留在香港 他們再回到自己的生活 你會知道 香港在整個中國文化的復興裏面 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境外 而我們是不知道的 或者我們根本已經不留意 也不再去討論這個問題 但是你如果 像我剛才所說的 一路去思考這些問題 你會看到 這個我覺得不單止是感觸 感觸就很簡單 中國文人 由他由他 當然是我們叫做懷古 什麼赤壁懷古 你看到一些殘山盛水 作一首詩 作完首詩之後 下廿就喝一杯酒 那就完結了 但是我覺得今天不應該是這樣 但是你應該反過來想起來 我們上一代來到香港奮鬥 在桂林街 即新亞書院的地方 怎樣去為中國文化復興而來 其實他們所做的事情 是一路一路影響香港的 為什麼當時美國肯資助 爺魯大學 即是亞歷協會 肯資助新亞書院 為什麼台灣政府 當然他們財政上有資助的部分 為什麼他仍然不把根本在香港 不肯去台灣 香港是什麼特別呢 其實是一個殖民地 一個英國的殖民地 但是為什麼何細柱的爸爸 會收藏這麼多這些 明末清初遺文的書法和字畫呢 為什麼唯獨在香港呢 所以我覺得自己的感觸 不會是by trance 我覺得這些事情 我覺得是 到某個年紀你就會有感應的 你二十多歲看中國歷代政治得西國史大綱 是沒有感覺的 就像孔子說的讀書有些事情 就是你在某個年紀去看 你才會 所謂逐類旁通 你會明白到 前因後果是見到我 所以我覺得自己的感觸 其實主要是在這方面 只要工作上的問題 我覺得 也和我剛才看法相對 我覺得我們錯過了一個 錯過了一個史記 香港不單止對中國在文化復興有的貢獻 其實香港對中國的社會管理政治管理走向業台化 應該也有貢獻 你這樣去看才能夠實施到 為什麼你今天坐在那裡做這些事情 如果只要一份工資 其實沒有意思 但我覺得是慢慢錯失的 沒有記憶 如果你這樣說 我固執演者 你會對我未來固執 不單是香港 甚至整個中國 近來 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一本書 就是 有一個作家 近來有一個記憶 李儀在那裡 寫了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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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覺得更有趣的是 那本是陳英國的電視 那又是世界上的 那故事 他又是世界下大型 考慮到 他在那裡 他也會被問 自己說 其實在他的內心 有個心想 中華公政 大門 他的內心 那就是 我自己 後來 有一個經濟 我覺得 所以我開始去欣賞 懂得去看中國的公偉品 又不是收藏 沒錢收藏 去欣賞的 你留意一下一張我們父母喜歡的孫姿 清朝的孫姿 和一張明朝的官武衣 你留心點放在你面前去看 看到分別是怎樣的 明朝的官武衣的造型很簡潔 那些木之間有空間的感覺 坐下去很舒服 完全看不到任何所謂雕鑽的手工 但摸下去 那個木經過幾百年後的變化 是一種暗瓦的光 好像紫沙十年 這就是一張明朝的官武衣 就是將待坐過的那個年代 那個生活的年代 一張清朝的孫姿是什麼呢 那木的質地相當之漂亮 因為在東南亞運過來 硬木 很難刁的硬木 因為刁出來的邊是很sharp的 硬木 如果軟木就不得會崩 我想刁一張可能刁一年 可能那個工藝師要花一年時間 龍飛鳳目 那些人會飛 但你擺在那裡就知道哪一張高哪一張低 文化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那真是一個品味的問題 你可以說張偉謀的北京奧運會開幕是盛世的代表 是吧 如果你覺得那種都是文化代表的話 那你要接受一件事 可能我們永遠不能回到那個年代 這就是他的痛苦 其實他知道 一個外族統治下的中國 他不能回到他的文章代的痛苦 你看他西湖查夢這本書 其實是萬年寫的 他二十多年之後回到西湖 他不知道順治 十幾年 十二年是什麼 我忘記了 他自從崇清十五年之後沒有他的西湖 然後再回去 他就覺得他永遠都回不到那個年代 那時候中國已經好像現在這樣了 經歷過這個 木甲東晚年錯誤之後 國家已經勿亂反正了 然後進入改革開放 就有一片繁盛景象 特別加入世貿之後就進入盛世了 其實當時 當時 他寫在西湖查夢的時候已經是這樣的 但是他就知道 有些過了去 他就知道那些是永遠回不到他的 其實他見識過 最繁華 最鼎盛的 就是像杭州那樣的 我想我自己有一個所謂悲觀的感覺 不是說對國家前途是否悲觀 我覺得這個很難言之上做 但有些事情你真的知道永遠回不去 死了的人 是吧 那個氛圍 是吧 民國的中國 曾經是中國最自由 最白瓜齊放的時代 你想想那個民國的時代 是永遠回不去的 我一次問他徒劫 我說為何 我說為何 我問他的小孩子 為何你改了這樣的命 太國太程 他說是一種民國的味道 情燈的情 一個燈的情 你想想他心目中最理想的世界 其實他不是選擇張外 去逃避 去隱居在少平 可能他選擇了出事 但是他的心裏面 就好像當時漢族的江南知識分子 很多人都被逼出事 或者為了賺錢等等 譬如張外的朋友 陳蓉秀都是畫家 他都要做這些事情 幫達軍國人畫畫 但他的心裏面 他所追尋的理想文化 那個世界其實已經消失了 這件事可能不會回來的 為何一定會回來呢 可能我有生之年 或者你有生之年 可能也見不到 其實他那個軌跡已經不同了 其實他那個軌跡已經不同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你越是說自己熱愛中國的人 所以我經常都說 那些人很虛偽量的原因 你真正熱愛中國的人 其實你會看到 那個問題在哪裏 所以我經常說 今時今日讀張道這本書 其實比讀張愛玲更加有意義 當然很多人都說 張愛玲都是一種仇華 一種華麗和蒼糧的對比 其實 但是那種深度 遠遠比不上張道 他那種是一種 對一種物質世界的那種實樂 我覺得 對張愛來不一樣 但是對張愛來講 是一個精神世界的實樂 那層次是有點不同 我覺得 反而我自己看到的少少東西就是 剛才學生講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其實我反而不是很看得出 是說他悲觀的那樣的 反而我覺得 越是看得多這一類這樣的文化 這一類這樣的背景的樹直 反而我會覺得 中國人會更加懂得他珍惜 和現有 正如學生剛才說 香港的特殊的地方 可能如果不是透過這些這樣的分享 其實我們不懂得去看 其他人就說 原來我們是有這些 我們一直都不知道 我們不懂得反思 其實我們是中國文化 原來是這樣定位 譬如剛才提到張愛 其實在這個世界裏面 有很多類似的文件 例如李渝 他們都是在做一些事情 去做一些 李渝不是陶傑 你這樣看的話 他在清朝都可以 譬如有些文件 我可能看到譬如富山這些人 其實也未必是真的這麼差 譬如說他變捷那些 其實我們可以研究 現在很多時候都有一些研究 究竟變捷那些人 譬如葉家瑩女士 她研究 當初現在說得 汪精偉這些 其實現在已經再翻出來說 即是我們究竟怎樣看 變捷這件事 就算我們以前的看法 覺得變捷那些人不好 譬如我們看回富山 他有一些歷史文件 都可以看回 當富山被人追捕的時候 被人抓的時候 被人審判的時候 其實背後有一些文件 是反映了 有一些變捷的那些人 其實背後是透過富山的那些私交 是幫助他最後能夠 即是出來報仇 那這個其實是 我會覺得有一些很新的看法 就是其實在前添益這些人裏面 其實他自己都可能有一種掙扎 肯定是 所以其實就是說 這件事情 我也都覺得 證明確為何他要寫 《柳月時別轉》 其實可能做到一個機會對比 就是說 柳月時是一個比較清楚 自己要做什麼的人 但是反而前添益 他就有一種 一時一月 是的 所以變了來說 我會覺得這種文法 都是現在值得去再留意 因為隨著社會 慢慢變得比以前複雜的時候 其實這些文人心態 就是很值得去留意 所以譬如《張代》 那為什麼《市經前》會寫這本書呢 我會覺得 他都開始留意到這種這樣的文法 現在都比較 就是 都是一個新的疑點 比如說 《祖母》的《市經前》作品 我看上去的脈絡就是 他研究清朝比較好 而他的時代一路是退回前 慢慢發覺他們所看的書 有他講《天安門》 有他講《中國文法師》 他講《三冊》 《三冊》 故意是講《由清朝至到伯國》 甚至乎《共產黨建國》 而最後就是這本書 我其實都還在報紙 究竟這個所謂《前朝》 為什麼《市經前》 都會逆回之後 會變成《前朝夢益》呢 其實我也想跟劉先生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這一類的文人 他寫這一類這樣的作品 他是想看回自己的心態 或者看那些面接的心態 這些東西 其實在《市經前》心裏 他那種心態是怎樣呢 例如陳映閣寫《劉如涉潔傳》 可能他對自己有一個很大的觸動 即是說文化是哪種 一定是 劉中周就是自殺 他就是受到一些衝擊 但是對於《市經前》 自己來說 這種衝擊 劉先生 你會覺得他來自哪一處呢 我想他是想 好像你這樣說 他是想 尋找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命 一路向上索 其實你記得他第一本書寫什麼 寫《曹人》與康熙 曹人就是幫康熙去做 去收傳唐詩 好像是 傳唐詩是一個文化工程 跟中國打奧運會一樣的 其實是 用來統戰那些江南文人 就是在揚州詩局那時候 成立了揚州詩局 他印行的過程裏面 網絡了當時最大規模的江南文人 幫他去編這個傳唐詩 他在寫《天安門》 他寫了幾個 寫《丁寧》 寫了幾個 寫《丁寧》 寫《駱信》 這班所謂文化革命 其實當時不是文化革命 是提出文化革命的 這些左翼的知識分子 是阻聯的 其實都是講到一個知識分子 心靈的一個變化 中國近代 我想然後追溯到的張代 其實張代所反映到的 除了川普所說的 文化理想的追尋之外 其實就是所謂過人註術 歷史 和他自己經歷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施經千 自己有關心的 他自己過人 是令到他為什麼會寫張代 因為張代晚年 我想用了五十多年的時間 寫明示 寫到本來寫到堅啟的 因為當時崇禎都沒有死 他就怕得罪他當時的權貴 看來寫游獨 一直以為他的意見 為什麼呢 折議這件事曾經主宰了中國文化人的一個心靈 記得我們小時候讀福多二文書 我們小時候我媽大愛送王台 講天祥和修復 然後《思可法》《荣州十年》 我剛才說我登的那本書《中國有記》有講我《荣州》的感覺 但是我完全沒有去過《思可法》的以前 或者《思可法》的紀念本 就是講到這個哲義的問題 究竟儒家所講的人共義是怎樣行為的 什麼時候是大義之下可以犧牲人 是不是以人為師呢 我經常覺得 《思可法》是沒有想清楚這個問題的 就是說當時這個唐先生 我很有影響跟大家討論 我記得有一次我和陶傑做節目 講吳三桂被罵到 全真 個犯我們 說我們要用間買國策 就是剛才講的問題 所謂承傳大義是什麼呢 當時首先就是高傑的部隊圍困著揚州 在揚州套城之前 高傑是當時明朝的軍閥 想和當時的南明保持一個藥色藥貴的關係 他又不是完全服從南明指揮 其實根本就是軍閥 然後首先攻打揚州的是高潔的部落 然後史可法來到 當時史可法應該是兵部上書 勸退了高潔 高潔就駐紮在揚州外面 所以中國人的獨歷史根本是差得多先生 然後當時我們獨歷史應該是這樣記載 我們應該是滿清多諾率領這個騎兵 去攻打這個方法 而其中一個重鎮就是當時的楊執 然後成賀之後是屠城十日 這本書 所有記載我們對揚州十日屠城的記載 是一本書的 叫做《揚州十日屠城記》 黃秀楚一個人寫的 當時親密屠城的人寫的 何時出土呢 在反清復明之後 即是村中山革命之前開始傳播這本書 揚州十日是當時清末拿來作為反清復明的其中一個宣傳工具 這本書 所以我們說我們沒有認真去看過 其實當時揚州發生了什麼事 而攻打揚州的先頭部隊都是中國人的 不是滿足的騎兵 是當時軍閥後行的部隊 而大部分在江南作戰的都是 因為滿洲的騎兵很少 和江南的話那些騎兵沒什麼用 所以在前面作戰的那些 大部分都是軍閥的部隊 然後進去屠城的也是軍閥的部隊 當然你說總指揮可能是這個 事實上是滿洲的親王 但是第二個問題就是 小法知道他守不了揚州的 其實跟家定三圖 守家定城的黃順耀是一樣 城傳大節 黃順耀更差 將整個城門鎖散 不准所有人出去 當時守家定的人 就是為什麼明朝的盟人 對那種節熱的沉溺到這個地步 這個很值得研究 就是說所有人一起我犧牲 為什麼你不放開後盤讓他走 那些難民 有很多在高潔圍困的時候 在外面走進來的人 根本不是揚州人 他們都是走爛走進揚州城那裡 躲在那些人 那你為什麼要他們一起去 悲心 家定也是 一定要全部一起死的 其實最後是辯論過的這個問題 如果你有看我記得 我看過黃宗熙 我忘記黃宗熙還是黃夫之社這個問題 就是人動議的問題 如果你在大義之前 你的人這件事你怎麼處理 你這樣是不是對平民老百姓不仁 這個就是所謂人動議的問題 但是你在香港社會 一普論到這種事情 你會覺得 你旁邊走到爛漠賊 等於這個吳三季的人 這個是選擇 我覺得這種 明朝知識分子的嚴苛 和政權有好特分 所以我問為什麼 我有興趣探索這些 中國文人的心路歷程 其實和今天都有相關 明朝的嚴苛是因為的政權很嚴苛 我最近也有看大陸的DVD 有一個好看的叫做《明公宜案》 大家沒有印象 做的那些人很奇怪 但做得最少的叫做《萬力皇帝》 就是什麼宜宮案 鴻園案 抨擊案 拍了電視片集 我去北角很多大陸DVD的回頭去看 出奇地我全看了整個 由增立常津 常洛太子開始 因為明朝是陸民政權 他對文明的知識分子相當的負責 是一種戒心 所以大家都知道元朝是開始打鞋子 是元朝開始的 其實不是明戒道 大家知道元朝打鞋子和明朝打鞋子有什麼分別嗎 不知道 都是他在那裡打 元朝就是有一張尖 就是他在那裡 會不會蓋在尖上才打 就是每次打一個 但到明朝就開始變了 明朝就是隨腐打 第二是習體打 這個變化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羞辱的程度相當大 你對一個瑜伽的文人來說 習體打 就是那個羞辱相當大 隨腐打這方面除了痛之外 那個是一個羞辱的意味 但是發展到一個階段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知道為何將來有些用處 有些人大家都讀過東林黨的故事 就是這個明末的一個清流知識分子 其實他原本就是當時叫趙勇賢 他又給黃繼平仗 打完之後打到忽肉爛了 爛了之後就甩了 就是屁股的屁股 他就把那個屁股 好像做臘肉一樣 故事相當像斷太 就做臘肉這樣 把歐女來風乾 把屁股的屁股 為什麼呢 就是傳給子孫 證明一下叔叔當年 如何這樣衝撞這個權臣和皇上 這塊臘肉就是這個證據 傳了後世 傳了幾代 這就是所謂的東林書院 東林黨的精神導師 精神認證 這些知識分子對那種道德的追求 去到一個很嚴苛的地步 就會變態 所以大家完全不明白史可法 那些人的精神狀態是怎樣的 其實他根本知道自己死的 他進去揚州他知道自己死的 他寫著自己老婆 他就是告訴他 我就知道我不會回來的 我就決定不回來的 所以在一種這麼嚴苛的政權下 他怎麼對抗他呢 我經常舉例大家 小時候聽過的印象是什麼呢 女人如果穿紅衣會變為麗鬼 然後回來就會搞你 其實就是一個男女地位相當不平等的情況下 最後報復 就是我變成麗鬼來報復 就是一種抵抗 女人的一種抵抗 他沒辦法在現實世界裏 拿到公義的時候 唯有變成麗鬼來報復 明朝的文人都是一樣的 那個政權這樣去羞辱他 打他們 他們最後來慢慢變成一種心態 我就給你打 特意給你打 所以明朝的嫌棺 全部都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明朝爭論來爭他都是道德問題 他們不是爭論政策問題 不要說派錢應不應該爭論道德問題 道德問題是說特首應該爭論軍府 就是這樣 鐵馬爛那個 鎮罵這些事情 因為這些事情顯示到你道德水平 譬如將居正這樣奪情 媽媽死了回來守喪 皇帝就說不行了 要靠你了 你不要回去 奪情的意思就是不讓你回去 朝中大臣就在這裏 各個議論紛紛 然後閻官就開始上疏彈劾 然後就所謂拉幫結派 大家一起考那一屆會考那些 就一起去張居正 張居正慶正就來勾你 有些法國原來勾完之後回去鄉下店 找到吃的 因為會起朵 我們叫做 一被朝廷勾完之後 回去鄉下就找到吃 就好像我們講話 東南孫收錢 就是去聽書 大家不要想到東南孫那麼崇高 收錢 其實全部都是地主 就是在巫石那裏 大地主 然後明星起了之後就有錢了 又有影響力了 你想想在一種這樣的道德政治底下 其實他們不是很理性的 知識分子不是很理性的 這種就是當時的一種狀態 其實裡面沒有提到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就是 我不知道這套書名 我看的學者叫楊廷宗 就是研究江南人 就是講他們那個 江南讀書人那種 就是一種心理狀態 剛剛就演出的 我覺得是挺過癮的 其實我自己對這些古怪怪的東西 有興趣很大 所以我喜歡看張戴寫歷史書 有很多古怪的故事在裡面 其實那些人怎麼自殺 譬如潛添益 自殺 為什麼說水冷 那些 其實這些是見的 可能我經常覺得 其他那些可能是流的 其實那些 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 我對這個名稱都有些興趣 但是我很少看事件次 事件次 這次人是第一次提的 我又覺得 其實當時是 明不清楚 其實是一個 都算是一個亂世 納納亂的時候 其實可能 每一個知識分子 都有自己選了一條路 有些可能 就是 以靠新政權 有些可能 為舊政權 信身 張戴寫了第三條路 就是兩邊都不 就是 其實他訓過老王 但是老王的人太奇怪 他看不起他 所以就走了 是啊 其實他都 曾經想起兵 可能他都想 如果有機會 可能會殉葛 但不是的 他的朋友 郭妖佳 殉葛的時候 他就笑他 他說死有兩種 哦 這個是後來 就是一個淫婦被人打死 跟一個接婦吊槳死 都是死 但是不應該 兩個死法是不同的 他又退了出去 不知道他到底被迫是怎樣 其實我相信 我相信 每個人在人生中 總有一些選擇 當然去到一些關口 你可能要選擇 你選擇是不是寶王 或者選擇這個激進 他可能 兩邊都不到 就選擇了第三條路 我自己又反而看回 其實中國的文人 很多時候 多數都會選擇前面的兩條路 一是 依附身政權 謀取 富貴 眼角 借可能 真的以身殉葛 那些 將來這條路 可能就 比較少人靠近一點 其實 我覺得 很多時候 譬如你說 五三季 一開始 選擇了 歸順清庭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明史 明史 很奇怪 他有一本書叫做 《二神傳》 以前 其實 在其他的二十五史中 其他都沒有這樣的書 清朝 一開始 他們對於三季 我們今天叫做漢奸的人 一開始是接納的 因為沒有這班人 清兵未必那麼快可以入關 也未必那麼順利 平定到 接收了明朝的天下 但是 到其中 他就覺得 這班兒子 他們當時 江山已經安定了 不能夠 給一個 武犯 他的十文體 所以 將他們歸入了 《二神傳》 所以 有時候 我覺得 今天 你說 當時 幫吳三季 平反 還是 說出實情 很多人都會罵你 我相信 很多時候 我們都是 如果 我想 早 早 早三四十年前 如果你說 為這個 吳三季 平反 肯定被人 罵到 媽媽都不認得 因為 當時的 環境下 民族主義 高漲的時候 吳三季 一定是漢奸 好了 到今天 我相信 中國 現在已經 經濟繁榮的時候 經濟繁榮的時候 會不會 我們今天 看回歷史的時候 可能會 用一個比較 寬容的心去看 有很多時候 人一生 總有做很多的決定 那個決定 其實 未必是說 他 是不是真的 史可法 其實他是不是真的想過 一開始就想著 這個 殉國 或者是 他是不是進了揚州城 被迫 很多時候 那條路 我們選了 但是 要堅持到底 未必是自己的意思 我相信 張代也可能是 他會不會 其實 他又不肯依附清平 衣附清平 但是 可能 他想 禮託的時候 又找不到一個可以依靠 所以 被迫住 就 唯有去回龍山 其實他比較老實 張代 張代寫自己的帽子名 他也比較老實 第一 他沒有吹到自己的家 他覺得自己也是有無事處 其實他也有陷通清朝的大官 就是谷應泰 谷應泰收了這個名詞 他覺得自己什麼時候 找張代幫做槍手 是啊 他在幕後幫他寫 谷應泰就把崇禎的底部 因為當時明朝 挺好的 就是有憲報的明朝 就把崇禎朝的 每天發生的事情 幾低沙 谷應泰就把底部給張代寫 他自己的本書拿來看 但是他的條件 就是他幫他搞定 不知道什麼時候 谷應泰是給錢的 因為他真的吃菊種 但是他沒有歌頌自己 他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始終保留 上半生那種換世不公的二世組 到他老了之後 其實還有一個 他自己一事無成 學法學生又不行 每樣都好 但每樣都不精 他是同一個自己看自己的 所以我覺得是 他很有趣的 他自己的朋友 因為他的朋友很多自殺 有些信國 他有時候又很詩密 他有時候 他不是我們典型那種史可發的那種現象 所以我覺得是 你剛才說得對 每一次政權的更變 就是知識分子怎麼對政權的選擇 我覺得第三條路 為什麼他有趣呢 就是因為他是第三條路 四九年之後 第三條路都沒有 我記得張戴他寫 就是他退入龍山的時候 一開始他可能困境 沒有東西吃 沒有東西吃 然後他寫 原來真的有一些人 他讀書 有一些偉異 就是餓死在山上 他以為很討厭 應該是說這個 他以為很討厭 然後他自己就說 原來真的餓死 原來真的餓死 他以為很入獄 大人不死 他以為很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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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路 他可能 如果他不去修明寺 他可能在龍山上 就誠意 為明朝誠意 又磨死 也不停 今天我們可能 又不是這樣看他 其實這群遺民 我自己看的 就算是庫山也好 或者是白大山 其實慢慢都變了 他頂隔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由順治 國參都順治條件之後 進入康徽之後 其實都開始變了 例如他們發覺 白大山人的畫 在他當世的時候 已經買得很貴 他住在南昌 但是他的畫 在杭州和榮州 已經炒到天隔了 所以慢慢他那種孤粉 就好像變了 有一點點市場的成分 其實是在變的 我不是說他們不變 他可能當初真的很生氣 拜登拖著一條蝙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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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蝠 那些什麼 你想想對一個傳統國學的人而言 共產黨共同兵政權 跟滿清有關有什麼分別 可能在他的眼中都是一個萬族 老毛就好一點點 董碘武 那些什麼民主黨派 那些所謂知識群子 政治在大規魔 我們一陣子 花捏的人 當年有十四年 從一陣子 世界的社會 這個比較高一點 北海公園的白鴿地的藝園 大家去北海公園 中間會補 都是屬於藏傳佛教的製造 當時我想一下 為什麼會在揚州 江南 聖景 整個藏傳佛教的塔 通常建的都是建中國文童那種 沾沾的佛塔 像杭州的藏傳佛教的場面 怎麼會製造一個充滿 你想想清朝這些東西 放在揚州來說很穩硬 等於一個革命雕像在天安不一樣 和國寫實主義的雕像 真為突然 原來乾隆是特意的 因為他藍傳的時候 其實他是要把所謂的皇家品味 帶去江南 所以現在沿途看到很多乾隆 漁碼頭 漁筆等 就算你去揚州的漁箱 大宅的工花園 有很多乾隆漁筆 周圍提紙 為什麼就是他要用這種文化品味來征服江南文 他說過濟盛的代表 只能夠自己充滿的老鴻筆 當他 river 全都要去打造 和郵政文件分別 曾經文化國務院 對 前一年文化國務院的文化國務院 推出《城西資深》 這張《曲蘇法國務院》 曾經展開漁龍的作品 你看過潘龍的自創像 很有趣 他將他老人 老人字畫像 死畫 故意模仿文人那種畫法 不是宮廷畫家那種畫法 宮廷畫家另一種 他用文人畫的方式畫自己 在想 潛文這個人多聰明 他是要成為文化漢 所謂漢族士大夫文人文化的象徵 他不是說我代表那套是滿族文化 而是用滿族文化 因為他知道那件事他調了異服剔頭之外 其他東西他沒有的 他沒有餡料 他不是用這件事 用男蠢 所以大家為何不明白男蠢性 就是他溝女 其實不是的 男蠢很多時候是有目的 他將那個皇家品味 那種權威文化上那種權威 有些像太陽王的法國 李萬義蔡公那個 用文化來統治的國法 修歷史書 修現在的經典等等 所以絕對水平是高過現在的 如果你理解多些 清朝皇帝那種統治的技巧 現在是遠遠出現 都是一種代表少數文化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值得營養去金聖誕 金聖誕就是庫廟案給船志居 拆了頭 其實他是擦鞋擦瘡 我覺得很多很有趣的人物 但是大家不要完全把他還原在一個歷史人物 好像跟金聖誕無關 你會發覺你看到很多很有趣的東西出來 就算你說東南港的班人說的東西 和他做的東西 你一比較我都很有趣 因為我學寫歷史 我會把最理性可以帶他出來 因為他有定位在做 然後他有個position之後 他才會去寫的地上 所以我經常一開始說 蘭克史學 它不存在是一個科學 歷史不是一個科學 歷史是一個藝術 有一件事我又覺得 會不會我們中國人比較習慣 可能看電影看得多 當然有白面有正面有反面 所以通常我們研究的時候 我們選擇那些人物一定是 面譜式 是的 要不就是當權那些 我自己有時都很喜歡看歷史的人物 要不就是當潮 當紅人物 要不就是反面那邊 那很少人會選一些 譬如中間或小人物來看 我想兩個年輕月 因為中國歷史很政治 是的 因為政治就沒有中間 沒有中間的 一定是站一邊的 反而是否 可能士敬遷 始終他不是中國人 他又會選一些 例如張戴這些人 可能是中國人的眼中 張戴這些 第一是二世祖 第二 之後又不是五三季 又不是史可法 還走到三季 又有少少為虎作賊 幫清朝收視 所以可能 反而 外國人看的時候 可以選到這些人 如果你們看 我記得我以前讀 你讀中國史學史 我們讀幾個人 除了司馬仙之外 劉志基和張學生 其實講史論 也講史式 你剛才講的 是一種史色 就是說 有一件事 為什麽 你make sense 這件事對你 如果你的心裏 只是想著政治 想著權貴 想著 big name 有些大人物 你是看不到的 有些人 你不make sense 那些東西 一個文人 符山 你看符山 鬼佬寫符山寫出 他沒有一些東西出來 全文寫石圖 都是 他都是寫出 他沒有一些東西出來的 為什麽鬼佬寫到 我們寫不到 是不是鬼佬英文好些 其實沒關係 其實他們最大的 語文障礙更大 但是他有距離 因為他有語文障礙之後 他有距離 看那個人的時候 變成有些東西對他 make sense 因為他那個 conceptual framework 跟我們不同 我們去看一件事 我們一定有個 帶著一個framework去看的時候 其實看不到的 有些東西 所以你永遠為什麽覺得 鬼佬寫的中國歷史書 的趣味性 會落後些 因為他寫到一些細節 他寫張代也是 寫很多細節 其實《陶安夢益》 大家有機會拿來看看 都很有趣 他有很多寫他的人 事 特別是人物的細節 他那些friend 畫家的朋友 古本 或者是那些拼茶很厲害 那些高僧等等 很多這些人物故事 在那裡穿插 就好像拍戲一樣 如果你detail 拍得不detail 那套戲是不好看的 其實大陸片 為什麼不好看到今天 因為它是不detail 千鈞萬馬 當然可以 因為你有很多解放軍做telefare 但是你要拍到細節 拍到detail出來 是要很講你的劇本 你怎樣去組織劇情 每一個劇情的變化 等等 不過要求是高很多的 其實 就不是靠CG電腦技術可以打電 所以我覺得 大人物小人物的取向是什麼 中國人寫歷史 以前寫給帝王帝 第二 他是想教化功能 他必然是寫大人物 小人物哪有教化功能 第二 我想是市息的問題 我們叫做今日的問題 你的釋見 你的釋見 不是說你對這個人物本身的形成 而是你對整個中國近代史的變化 你自己有沒有看法 你自己有沒有看法 如果你有看法 有些人物就會make sense 有些人就會make sense 有些人就會make sense 其實為什麼台灣人這麼喜歡 就是首先研究成人確 其實是 我記得我記得 我記得是余英時 全人確晚年斯文教席 為什麼余英時會make sense 他研究成人確 為什麼他對他來說make sense 這個東西 就是他對中國文化 對整個新家書的背景是有關的 這件事 如果一周圍的背景 他只不過是一個中山大岸 暗了眼 就是跟N那麼多個 所謂林國時代的知識分子 所遭遇的處境是相比的 沒有其他事情 其實你說像將來誰 而今時今日 我覺得就是王世昌 就是他 就是他 全本身就是 負意外 只要有一個 香港人 你會不會 就是他 他 放假 玩英 色術 什麼都會 就是他 後半身 住在一個殘暴的四合院裡面 然後有一個中國服飾史 可惜他沒有把整個身後的情報 說出來 即是雖然你看看什麼感肺堆、感肺娛队 很多都是講文明 例如說廠私 那我覺得金融其實為何他寫很多輸出 很多背景和歷史認識很清楚 金融 是的 所以他就說為何他們這金融思人物這麼少 之後變得著眼睛 金融人物是什麼呢 收縮你本身作丫真 還有金融小說其實是把握到10,000個字 你留意一下寫法是在錄景帝 其實在《書士見》的時候已經有這個 詩上寫到錄景帝 所以它更加著重在擺很多的 枝節的劇情搶進去 其實我不覺得張佑奧書 但我覺得其實他看到當時的繁華警長 突然間清兵入關 搞到法律 其實他很遺憾 也很悲哀 他不只是悲哀嗎 很遺憾 我覺得中國變成這樣 他不會繁華 因為他會完全知道 但應該是有關 他又不可以成為一個稍為高興作為的 你說他好像變小了一點 他變成這樣很可憐 我看到當時的繁華 突然間這樣 那些人要全家人家自殺 或者是以為了名字 失節 我想他那詞的感受是很遺憾的 我去年去揚州之後去上海 在上海有一間很出名的吃日本日式燒烤的 叫做鮮席 我為什麼在那裏呢 那裏是白崇熙的官帝 在弗洋 這個白崇熙的官帝很漂亮 那時候叫做白宮 有個白色的花園 經常有白色的建築 保留在那裏 我就進去吃東西 那個經理就戴上 他說 講個故事 他說有一天 有個白走進來 這個花園 就走一個圈 然後經理就出去 告訴他 這個是白崇熙的官帝 我帶你走走 他說不用了 我四歲之前就在那裏玩 那裏是誰 那裏是白崇熙 那裏是白崇熙 所以你說有沒有這類人 其實在中國 在49年之後 有一部在台灣 雙類似的 在台灣 你看他寫了金大關 就是那樣東西 但是跟台灣的目的有什麼分別 所以我覺得是 很多時候我們有些東西 所謂觸類旁通 如果我們對那個歷史人不通的話 我們都覺得 你會看到很多新的趣味出來 不是完全是一個過去的人物 沒有歷史書 應該可以接通到今天 不是說純粹是一種 對過去追擊這麼簡單的 就算將來他都不是原期追擊過去的 不是說很懷念 不悲壯 這個國家網 有很多人 他都研究中國文化的人 為何鬼都看得到 我說是附生的書法 為何人家看不到他後面 譬如石濤 這些 其實很多時候 你不可能只是以藝術 就是藝術 他同時 因為你知道中國畫家 不是完全是一個衛術家 那麼簡單 他是一個盟人 他詩書畫 什麼都懂 他有看法的 他有看法的 對政治的這班人 不是完全像今天那些 樂敏軍 不是那類人 是另一類人 他平時在家裡 可能是建花園 想去設計自己的房子 是建築師 所以我經常說 他看這些小人物就好 或者不是政治人物 他們反而是把握 但是他的層面是要公佈一點 咦 還有你 我想提一下 就是 這個就是 知識分子和一般百姓 那個看法 是否也會有的 如果我們看回 經濟性面積清楚 如果對一般的 即是老百姓你看 其實青瘡 對於老百姓來說 其實是好的 如果你看回 生活上 即是韋小浦那種角度 對 生活上 對於老百姓來說 他覺得青瘡 其實是好的 每個人都很吵架 而經濟 每個人都很吵架 所以要看回 究竟 用誰的觀點來看 由於知識分子來看 因為知識分子來說 其實都是 一般 由於將來 其實他都是在 明目的時候 其實他是 一個 叫做社會的中上層的人 因為是 清兵入關 他將他存在的環境 改變了 其實他有這種心 就是 其實他看到 他自己 生活的狀況 這個改變 就變造成 如果我們去到 例如說 歷史的話 都是用人 突出人品 寫 例如你說 如果從一個 比較少人品 那個眼光 被寫的歷史的話 可能那個看法 還未必會 將來看法 因為浮誇 沒有了 而得到 瘡量 但老百姓說 可能他未必會 看法 這個觀點 其實我覺得 這個 都很現實 就是這個 就等於陳近藍的觀點 和韋小寶的觀點 是不是 他就告訴他 大哥 現在在康熙治下 國泰民安 大家都能夠吃 那你怎會做天不明呢 是不是 你像明朝的皇帝 那些腐敗 就是那樣 今天也是一樣 我覺得 在今天 可能有人說 49年之前 很慘 那些農曼 今天 大家有溫飽 就算不是說很平等 但是 那些農曼 都能夠吃 我覺得是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 就是實際上 經濟發展的問題 就是 大家能夠吃 第二個問題 我覺得是什麼呢 就是 一個理想 我經常都說 知識分子的理想 追求 那個就不是 純粹溫飽問題 是吧 為什麼有些人能夠餓死呢 如果你說是溫飽問題 他躲在山上 寶粹餓死也不出來 他失落的 就不是因為 他那個 他可能會見到的 他也見到 比如說 張戴之後 回到杭州 他也見到 其實 他所見到 為什麼是殘山盛水 不是說真的 那些人沒得吃的 你知道嗎 是他一個主觀的 perception 來的 不是說 韓州的人很殘暴 不是那個地步 剛才有提到陳英國 陳英國 因為我看他做多少書 其實他是有機會 他可以去英國 或者可以去香港 但他自己選擇回中國大陸 這個我覺得 在那個時候 其實如果 我有看法 就是 因為他自己 他覺得 他的精神 那個根源 就是錯大陸 如果他離開了 這個地方 這個土地 的話 就會斷了 那個根 住一根的時候 他那個 自己的心靈 或者精神 其實就是 那一邊就是 富豪的 很多 很多 知識分子 他那時候 他選擇 他雖然明知 可能在大陸 那時候會面對 可能會面對 那個政權的變化 可能會面對 那個生命的 的明知之數 但他都是選擇 放在那裏 會不會是 作為這個原因 他始終輸入 還是這樣 一定是 我覺得 當時的選擇 我覺得 第一 其實共產黨 在1948 1949年 他們那個面貌 和 19 反右運動 那個面貌 是不同的 是兩個面貌 我相信當時 很多知識分子 的而是有一種 所謂震兵國家 那種救國 那種心態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自從五四運動之後 其實救國 是一個知識分子 最重要的 一個主題 所以他壓到一個理性 就是在所謂救亡的前提之下 就是在國家救亡的前提之下 求富求強之下 他很多時候 他有很多事情 我覺得他不太理性 那種是一種感情 不是計算 不是用這種理性 可以看得到 可能在學術發展 來說 留在香港或者外國 可能是會好 但是那個感情 他會令他做了一個選擇 其實另外一個 我以前在那本書 叫畜生北浪文 畜生北 是一個中國很出名的科學家 早期 量子物理學 曾經被譽為 紅外因斯坦誠 四九年之後 留在中國 他的遭遇是慘得不得了 遠遠比成人確更慘 因為他是一個 死不認錯的 男骨頭 你想想他會在反右文革裏 會是怎樣的 最後就變成在山東 一間醫院裏 負責看著一個 不知醫療儀器的一個技術員 這個就是萬元 所以我說對一般人來說 他的理想能夠伸張 他自己對學術的追求 知識追求的目標 實驗 一般市民找到食物 就不會太受傷 所以的確有分別 但他不會太受傷 或者是他的 他兩個人也會不太受傷 他叫他們 所以你不可以說誰高誰低 我覺得是兩種不同的看法 而我覺得到今天來說 比較在日本的看法 日本由江戶時代開始 一路是萬世一世的 政權沒有經過政權增添 沒有經過政權增添 中國人對日本人有很大的抗拒 因為侵略中國 我們脫開這個民族感情問題 去研究日本人的知識分子的生命 和中國人比較 是一個很大的差異 日本人在這方面是沒有五師律頭的 起碼到今天都是 很大的差異 我記得我看這個世界盃 就像足球競賽 每一次我們中國踢到關鍵時 就一定 立誇他們 但日本不是 他們能夠勇往直接 我不是說日本人的民族性 絕對不是民族性 不是人種民族性可以解釋得到 而日本人的心靈是比較單純的 沒有那麼複雜 沒有那麼多想法 看位置怎麼想 國家怎麼想 明天一派《人民日報》就寫 沒那麼多想這些 你一往直前 你踢到十二馬 加時一百二十分鐘之後 其實是靠意志的 所以我覺得是比較的 比較朝鮮另一種就是南韓 你通過這些文化的比較 是看得到的 中國人好像一張紙已經摺到全都 沒有自己的比喻 那些朋友會走 沒有那麼多想問 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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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很奇怪 這個時代 好像一月前時代 都比較精彩 但反而越後那些 叫做恐怖的感覺 反而是很害怕 一人看越後那些 又在毛骨所言 就是今時今 我都在做 看鏡片 好像看恐怖片一樣 當時有很多人 的 在一起 叫做恐怖片 我尊重 所以就是 範圍衛生 已經是最大的 然後 於是 每一個人都是 雖然 一直都又不對 即使 拜登 今天 他在一起 我們 就是 更多 他就 在一起 你不要以為只是清潔才能知道 呈怨由怨入平的時候 大部分寫詩的人 一提到有少少被人覺得你勸戀元朝的話 就殺了 其實是一樣的 你可以這樣說 其實是一個編制的王權體 其實他不容許有人去挑戰他們 這件事在中國來說是奇惡有始 一個很長的存在 到今天相對來說 因為社會已經多元化 1949年到18年前 他躲都沒有躲 現在還要躲 以前那個年代是你生存不到的 他全盟在行眾運動的方式 他會進行一個文化徵體 就算你想躲在你旁邊也會舉報你 你一個單位裡面 你寫反動文章的話 你下面的人會舉報你 什麼都想拿你的位置 那個恐怖就是在那裡 以往就很簡單 你不出名那麼好事 好像張濤躺在龍山寫書 出名的名刀 好像明時案 是嗎 其實今年的家都受過這些牽連 查任 受過這些民族牽連 就是明時案 所以你想想 他這些其實以前你不出名 你出了名就很大件事 現在不是 你自己不挑出你的範圍 就不是人人拘捕你那家庭 又不算是特別特別好的 在尊世王權裏面 很多事情都是很殘暴的 不過我自己看就覺得 好像明朝朝廷對這個社會的控制是比較鬆一點 到清朝就比較簡泛一點 所以有時我會看是否因為明朝朝廷有黨爭、政治鬥爭 所以就沒有空去管下面 可能清朝又加上外族人統治中國 特別擔心等等 加上有幾個英明的國帝 所以朝廷沒有什麼鬥爭 反而就可以對這個社會的控制是比較遠的 其實它都有問題就是明朝 因為當時是一個很世俗化的社會 經濟發展因為白銀流入中國 其實是很富庶的 商業經濟的發展 不只是農業經濟 變成整個社會的風尚在明中業之後開始改變 將來的生活為何如此奢華 你也可以找到水 不然怎會有這麼多古門市場 明朝最多出什麼書 出紫蘭書 如果明朝搞書展的話 最少書就是寫歷史書 其實最多是教你怎麼買古門 教你旅行 教你化妝 白銀行 新的名前 師傅 實在有很多古門市場 其他都想用 去了哪裡 我可以找到 客家 硬心 然後 你再想你要去做 你再想用 他所描繪的明朝出來的小說 他描繪的世界是多麼浮華 我們想像不到的 我們以為今天浮華 可能相對來說當時明朝的人更浮華 你想想他們什麼的食材 也有什麼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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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亞的問題也有 什麼木材也有 其實那個版圖不是在中國 他的影響力不只是在中國 你想想他整個國家 是主要這樣的狀態 他的控制是慢慢減弱的一定 第一 香港經濟發展會削弱到現在思想的影響力 第二 他們開始流行什麼都信佛 明朝大佛 其實我們今天去的景點 那些廟都是在明朝的 明朝的廟會 鄉會 是很誇張的 被杭州進鄉 是很誇張的活動 是講了十幾萬人 去杭州進鄉 我們看周星馳的《唐發股點抽香》 其實是真的的 他在杭州那些人經常借廟會去認識女生 而當時的女人也經常借廟會去認識男生 接著在寺廟那裡過夜 一起 是一種這樣的社會 當時是一種這樣的社會 不是我們想像中一個儒家 那種清教徒式的社會 所以社會控制一定是弱點 也有很多異端思想出現 比如哲學家 很多都有異端的演法 去挑戰傳統的理學 跟著信佛 因為《唐發育員》 所以《唐發育員》 那種人的《唐發育員》 是一個很好的社會 他叫做《唐發育員》 那種人的《唐發》 那些《唐發》 那種人的《唐發》 那個《唐發》 那種人的《唐發》 那種人的《唐發》 一張名色的冠武儀 和一張清朝的孫姿 真的看到很多分別 而在這個浮華世界裏面 他不是追求一些更高的理想文 當時中國都會弄很多東西 他不是只寫歷史書 他們是懂得選女的 他有編叫揚州秀馬 說揚州人怎樣選潛舍 那些都會選擇 那些是東莞 北京的天上人間 完全比不上 揚州有些人專門去收養小孩在同村 那些窮人的小孩 從小到小開始教他煮東西吃 分幾級的 看看他的骨架如何 漂亮的就培養琴奇書畫 沒有那麼漂亮的就教他煮東西吃 然後如果理想立說 那些人嚴相和根據揚州 那些叫揚州秀馬 在蒲庵門協會記載得很詳細 揚州秀馬就是什麼呢 那個規案 就會把他帶出來 然後他教他怎樣選擇 怎樣摸他的手 怎樣看他怎樣走 看他的抵馬 那個抵馬 就是刁鑽的很重要 你選擇今天是比不上的 你知不知道 不單是選美 選美怎麼會看他的牙齒呢 選美香港就是看個空的 還要走 讓他看 說話 如果你細心看他寫 其實是另一個世界 其實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所以你想想他那種失落那種感覺 不單是正常的失落 是一種理想生活 理想世界 當時文人 如果你有去茶具國物館 其實香港也很奇怪 深入也很出名 就是時大斌的茶館和宮春茶館在茶具國物館裡 就是維卡納那個老闆出來 好像嗎 羅什麼 那個寧朝的茶具設計 你知不知道什麼人設計 是張戴這類人設計的 不是那些工藝師 你想想他有空到這樣的地步 去設計傢俬 例如設計傢俬 設計那些床和櫃桶 張戴去設計茶壺 然後他有空去找高僧去討論封案前機 然後去砌查 他對砌查很廣告 那裡有說 水在哪裡來 他最廣告就是那些水在哪裏 後面有些人拿到那些水 那些寺廟就會出來 是啊 有些人收了那些水 之後特意放很久的 特意拿到去年 不知名前的雨水 然後就收了在寺廟裡面 到今年才拿出來去砌查 那樓口裡面有說到 就是完全 那個不知其中一個鴨王 不是不是 請假毛 妙玉請外玉 不是 請假毛 飲茶 妙玉請外玉 一字就是講那些水 那你想想 到今天我們叫盛世 我想都未有來吧 我們最多想到龍夫山泉 就倒進去電燈裡煲熱他 他裡面有說一個叫炎紫水 最出名的是那個砌查 《淘汰夢憶》裡面有說的 我覺得是 如果你要進入了他的世界 你就會知道他那種失落是什麼 真的 我覺得等於白仙蓉 就是他見識過上海的十里陽場的時候 他去到台北那種失落 你想想 那個對比是多麼大 他是白崇禧將軍的兒子 他爸爸去到台北 不過不得是他自己 我想都不是那種環境 雖然有錢也好 但已經不是在上海那種牌場 我去到台北那種官邸 我去到台北那種官邸 在華山河 在白崇禧官邸的時候 原來就是和胡蝶在那裡同居 在一間很可愛的英式的 那些townhouse的一座建築 很有品味的 雖然殺人不見血 真的 我想我和明星在那裡同居 我都很開心 我一座這樣 外面有一個很小的噴水池 一條石春小的路路走下去 那些品味是很厲害的 所以我就說其實是 如果你要明白董橋的世界 你就知道其實那種維文意識 其實一樣在董橋根床有 你看他寫清容 你看他寫這麼多這些 關於中國民國時代的長顧 文物的長顧 怎樣解釋 是不是 他眷戀了什麼世界 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 不單止這本書 我看到 是明清的建築 我覺得也不像1949 其實我覺得 你會不會覺得 都像1997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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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不正 現在我們看到 不要緊 我嘗試出一遊行的人 都會有興趣 對 國民黨 不是香港其他人 對 香港其他人 對 香港其他人 但是你看到 現在很多香港的作家 從他的文字中 擺明是 眷戀住一個殖民地的時代 或者是有些時代 比如說 武健 甚至是 譬如說 古德明 董橋 甚至是 鄧子豐的大哥 鄧小魚 鄧小魚 他們全部是 我覺得是 他 甚至我前一陣子看 《傳訊報》總編輯 沈家智 他本來的 他全部這些 他雖然不是說很明顯 但是 都感覺到 有那些美 感覺到 對殖民地 就是一個捲短 其實我覺得 在這個 你揮清楚 他捲短的是 殖民地政權 還是在殖民地 是否有香港 我覺得是 那個時代 其實 他將來批評崇禎 很厲害 他說這傢伙 是賤人 其實他看得很準 崇禎 是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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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 是賤人 太賤人 他不是捲短的政權 是啊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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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獨立施益過程裏面 我經常會 我經常會覺得 有一種很巨大的武力感 就是每一代的人 譬如說 好像文國廷家 孤吳平 是一個很理智的 他是很倦戀 舊時代的一種人 你這個沒有解 因為他是一個 馬路家 不是 我不是說笑 你今天去吉隆坡 保留了最傳統最傳統的中國文化 其實在南部 在檳城 在延埔 說廣中話 是我們叫海洋中國人 不是外國中國人 孤雄炳 其實也不懂得 他不懂中文 他在港大學 他懂法文 他原本在法文 港大學 但是有這種心態 但是你要分清楚 很多人好像政治不正確 我們一開始說 他們所謂的 它是在席人家 全民地 因為是席人家 一種生物 比如你看凸ちゃん 他卷斷的 他不是 除了席人家的管制 英國人的質素之外 那裡 其實是說一個相對 這些價值 也有關於 我覺得 譬如大家對財戶的追求 的方式 是不是今天這麼 blunt 那樣 就是很重力 我反而是香港社會是一個向下沉的感覺 大家有這樣的感覺 是一種向下沉的感覺 我自己也有這種感覺 不是有的人捐斷另外一個人的感覺 比如我記得那時候 我1991年是民主黨局 那時候叫做立法會 那時候是李宣明的做事 那時候是李宣明的做事 立法會就不是叫立法會 那時候是李宣明的做事 我第一次進去李宣明 那些燈是英國的圖書館 綠色的燈 不知道有沒有人做 所以我都是莫的書架 然後有個戴著叫大豬年 穿旗袍的 李宣明的秘書 那些阿太 然後走出來招呼我 那種就是霍宗明的感覺 當時很多女的公務員 就這樣是霍宗明 看到她 Karl先生 佔 香港人其實今天也有一點相似的事情 就是說政治上的變遷之後 究竟我們的理想世界在哪裡 作為一個文人好知識分子好 究竟你自己在生活中的理想世界在哪裡 以前我們說的是一個所謂大家都有機會 更上發展的一個社會 究竟今天我們最大的怨憤就是在這裡 事情中心怎樣在大陸上可以丟入成高 走進來的事實的事情 就是擁有很多地方 然後各種香港人 只是在其他地方 所以他們需要照顧到一張圖案 也是另外一個地方 也會把這種委托案去的 就知道可以和他們做的事情 其實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就像是一個新崇尾的東西 那些人呢 比如我們變成了老人之後 有他們的意思 他會亂講一句話 其實我覺得 按照這段應該是這樣 華人鼎很懷念 當年還有書展 還有書人 小孩在跟我們講 我覺得中國文人 華人鼓 這個很好吃 大家讀文學 會經常遇到這類題材 華人鼓 有些人說中國的史觀 是向後退 所以最好是唐宜下湘州 時代 年春時代 是一個後退的史觀 我都不是 其實華人鼓是一種 你沒有出路的時候 要回頭 我覺得 香港是可能在這個狀態 他看不到出路在哪裏 他先看回頭 我記得 大家讀得最多 吃的華人鼓 很多時候 中國文人去華人鼓 其實是 壯志未醜 事何不事何失意 皇帝又沒有解他 他又不嘗試 要解我 皇帝又沒有解他 他就去游浪 游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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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就特地選擇了些 什麼 然後去命懷一番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其實明目清楚其中一個最大的抗議 被分民事豪 最華人鼓的方向 就是 去表達那種抗議 對本清那種抗議 就是華人鼓的方向 我相信可能今天 你剛才舉例了一些作者 作家 如何體會到這些 我都是可能不可以做 就是想一下 說回你剛才說的類似乘日會 看一看 美國對老弟的內套得很開心 那這次的台 就是捉了這些去訪問 有個個小戲 嘩 如果中國對老弟的內套 還連連我第一 哈哈 就是我剛剛說的 另外 為何我聽你的talk 和你剛才的前意都一樣 是剛才的畫質 就是 賀耀光的畫質 那時候也有老師提起的問題 為何要專門收這些畫 是很有趣的問題 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他就說 你看看有什麼時代 接著聽賀耀光說的 是否重要 就不止你剛才說 是否是錢的問題 不是錢 絕對是錢 是他人格 是他人格 不重要 他轉去封骨 封骨 人格的問題 討論人格的問題 我接著就再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 去年 鄧小玉說的 剛才有朋友說 那些普通人 生活 清朝會比較好 鄧小玉說的問題 她說的 以前做戶外 70年代 香港人做戶外 做工廠 你看看 去學工廠 不是說那些 但是那時候 我們會覺得 就算你紅 不是有錢人 都不在外地 覺得世界有高的品味 但是 到你今天 你想到的問題 就是 鄧小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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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有問題 那些問題就是 你會覺得 會比較嗎? 可能會比較的問題 聽我剛才有朋友說 你會懷念幾十年前的書店 或者是一種精神的生活 或者是出版的書 當香港的出版社會受到市場所影響到的選材 其實香港現在沒有詭辯的原因 是的 沒錯 我覺得是他有一點 似的 我連那些 搞喜劇都要表演8.5K座 是的 但是周星馳變成了長波出號 但是周星馳變成了長波出號 是的 已經不是國產力07 或者喜劇之王 是的 如果你說本土 那個搞事就是 我們廚藏的戲劇 竟然要換8年公司了 因為那些娛樂不夠錢 所以我經常都說 我們不需要太悲觀 我去大陸 我和梁文道一起去廣州 他宣傳他的新書 訪問 在大陸出版 我主要是看他怎樣受歡迎 我真的有groupies 我以為是朋友才有groupies 原來作者也有 有些狂迷 我會在臨海等你 接下來到珠海 廣州 深圳 我發現一件事 香港幾個作家的書籍很好買 除了梁文道之外 第二個人是五席 長期唱稍書 林鄭的文字是很簡單的 但感情很細 絕對不是大陸 作家可以借一場 但作家很濫情 文字很多 感情太豐富 已經超過了 就是他們的功德 所以我們說香港人是很特別的 林鄭 只是填詞人 大家以為他們是填詞人 可能我們是underestimated我們自己 包括黃毽 包括黎比德這些人 其實我們都underestimated 為什麼廣東話 有時候 搞定一個 碰到大陸曲 而不是以前的鹹水糕 你看看 沾堅這個蒼海星視頻 就是那個詞人 類似宋侍的東西 不是樓曲 那麼簡單的 我們經常問 剛才講回我們甘賀書 大陸出版為何懂得找林鄭 為何懂得找阿花輝 因為他也有設貨的人 鄧小宇 荃馬利出版的一樣 陳冠宗盛世 肥美不出得肥下照曼 還要大曼 我一次在北京 上海 在山他那些農村 我看見賣碟 賣碟 賣碟 有個板車在那裏 老翻盛世和大江大海擺在那裏賣 我肯定不問你 不知道自己賣什麼書 我覺得不是太悲觀 我們向前看不通的原因 我可以這麼說 我絕對不是別人所說的愛國愛港青春 但我覺得如果你不把自己的理想 他和中國的理想放在一起 你真是忘記 回歸是沒有意思的 是不是 政權回歸是我們沒有意思的 所見到的只是順暇 你現在買AOV很聰明 AOV都被他們改造了一個品味 現在全部出大老鼓 他以前計算了 因為是適合外地人喜歡大老鼓 那樣可以演得出 然後會有很多這些怨言在這裏 但我覺得如果 我們也不是一年左右走去中國大陸去 我舉例香港電影 去十月圍城這類的戲 他能否在中國大陸上影呢 其實我覺得挺神奇的 在這裏的戲 因為我覺的戲很政治 在這裏 也相當反共 所有犯孤走出為了革命 都是犧牲自己 而香港是革命基地 但是我覺得 他又不是完全 你完全派個悲觀去看 他是一個落敗文化 落敗思想 落敗的國家 我們不需要理會 那你就永遠看不到我們的時經 但是我自己想 譬如前幕的書 現在全改大陸 已經重新再出版 包括香港已經實踪了很久 眼學盲言 或者他盲了之後寫了些 現在全新重新再出版 譬如我認識 其實廣西斯大的朋友 我認識他們 其實他是有理想的 他也是叫理想國 如果你能夠跟他們在一起 可以推動到一些事情 或者做得到 其實那個影響可以是以倍數計的 是否 其實我們保留了 香港其實是過去了幾十年 其實可以這麼說 真的為了 當時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不是打算復興中國文化 不過他覺得那些事情有益 就好像智樂樓的老闆一樣 他覺得那些事情有益 黃金得一百千多 找幾件下來 我想是這樣 那時候 沒有說到那麼大 那時候 什麼將來準備文化復興 那些事情因為你還欠多人 怎麼會這樣買 是 湊大仙波 我現在都不知道 他是很明顯 isto 但是 那些事情 對秦斗 那些事實在 都是 對秦斗 所以 有說 我就不想 所以你一定要先了解自己 因為我為何看你這麼舒服 所以我覺得香港也是一樣的 我們了解自己絕對不足夠 所以很感謝書展那位 瓜永祥馬上走了 是的 感謝瓜永祥先生 我覺得我們需要在書展裏面 更多一些文化活動 我們需要更多人去了解香港自己 其實我們不是那麼差的 你問大陸我認識很多媒體媒體 他們對香港的看法 到今天仍然覺得香港是很型的 他型不是在於我們穿衣服品味這麼簡單 而是他見到六四竹光燒會覺得很型的 你想想 如果你在內地上 他們都有看法 他們不是完全都是一面倒 就是受官方的宣傳影響 如果他站在圍園面 他看下去他會哭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們香港人是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就不要覺得我們去去去都很容易做 其實不是 絕對不是 譬如說我們想樂觀一點 其實你覺得 香港其實你的下手指 譬如說整個中國 你覺得這一刻我們值得真實的 包含的東西 譬如說六四竹光燒會 我自己很認同 所以每一年都說我都振愁 就是覺得 瞭無新意 是啊 我都唱過幾首歌 有些東西是不太新意 我告訴你 你教會 每年拿同一份長刊 你教會你有沒有講話是新意 你跟全道人說 你沒有新意 教會不會 不是 不會的 但是問題就是 我會 特別是你看Playboy Centiful Girl 你都不會說你很新意 你都是這樣 但是問題就是 我覺得是 意義公於一場 你 我會覺得 會連 還可以 其中一樣 我覺得是自己珍惜的 還可以有 資格在我們一個 所謂國境之男 在這個香港 我覺得 心態上 我覺得要面 真是我 我自己民主黨這麼多年 我記得當年 千奴華 曾經跟我講 不可以讓香港倒退 這就是我們九七之後 主宰了我們 所謂的 整個香港的精英 一種心態 就是不要倒退 不要倒退 後果是什麼 就是你不會向前 我們法治 要人權 要什麼什麼 不要倒退 我們所謂的集會自由 影響自由 什麼全部我們要繼續 但是如果 其實這是一種 圍城的心態 就是 我要保存我緊入 但是我剛才所說 就是我們看不到前的原因 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只懂得看著 我們現在有的東西 就是不要倒退 就是核心戒力 就是堅守核心戒力 手下手下 就是要發治 這個社會 可能目標只是發治 現在很多問題 已經不是發治 可以解決得到 譬如社會分配的問題 很簡單 不只是流駕問題 我們都說是社會分配的問題 這個跟發治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社會有共識的 就是在發治 很多目標 我覺得是需要 譬如我們香港文化 在整個中國文化的行為 香港的電影已經沒有了 會不會成為中國電影的代表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理想 我們所說 一個文明的理想 或者一個知識分子的理想 你為什麼梁文道寫的時事評論 在內地會影響到這麼多人 內地寫時事評論的人 一個上海市大把 為何唯獨他可以答出來 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我知道除了很多女粉絲之外 他有個時間 就是因為他的視野 他看問題的視野 所以我覺得 反而我們如何清理我們自己 Sorry 我要講普通話 你聽得懂 我在廣州長大的 但是我在北京讀大學 我是學法律 我想講一下為什麼 要來香港 我覺得他很特別 就是特別這個書展 我在北京讀大學 我的同學是 全國各地都有 特別是比如說 一些農村或者小長征這樣 我最value香港的 我覺得 比如說像那個六四 那些燭光啊這種集會 內地有那個 像Facebook一樣的人人網 每次有香港人 PO上去這樣 我一定會轉 就是因為 比如說很多學生 現在的 信息是 封鎖得很厲害 比如說像今天講座 你講很多歷史的人物 或者一些書啊什麼的 其實我是沒有聽過的 但是 會大概知道那些歷史的背景這樣 但是具體的那些學術什麼的 因為那個教育的問題有一點 然後就沒有聽過 然後就是 可能我在廣州 接觸香港稍微多一點 特別是那個電視台 或者什麼的 但是很多 特別內地或者鄉村一些的同學 他們因為太久 就是不知道這種東西 覺得這是一種 沒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然後我就會跟他們講說 你看香港真的是有這樣做的 而且就是比如說 像港大裡面有一個 骷髏頭文字 不知道聽說 就是六四紀念的雕塑 然後還有 國鄉自主 然後還有那種 七一遊行 六四遊行那種 我覺得對他們是一種很大的衝擊 然後像我 就是也是一種堅持吧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然後香港的話 比如說像梁文道這些 確實很火的這樣 同學裡面 視野的問題我覺得 就比如說像你今天講 對我這些 特別是這種華人文化圈 這種整個信息量的話 像我自己來香港書展 我最想買那種禁書 比如龍映台啊 或者什麼這些 我覺得很有意義 就是只要能衝破這種封鎖 就是這種價值 然後像我自己 我是讀法律的 但是我在廣州 我以前高考X科是學歷史的 所以我對這個還挺有興趣 我第一次接觸這種大歷史館 就是跟那個 學校教科書不一樣 是黃仁瑜 黃仁瑜 亂歷十五年這樣 然後 像你今天說這些 我就之前沒有接觸過 但我覺得這個 視角和思維很吸引很好 還是我剛才提到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 香港人很奇怪 他們看不起自己 不會 我覺得還 不是 從外面看當然很驕傲 看不起自己 在心裡 它是有一種很重的 文化相 文化相的記憶 的感覺 我覺得很為法治和民主 驕傲 我接觸過香港人 這學了這些以外 其實不是很多 但是我覺得 這是最重要的 其實 不管你們自己怎麼想 但是我 特別在北京生活的話 我覺得 好羨慕喔 真的好羨慕 然後 我自己讀歷史書 主要是 內地只讀一個叫 張明 他是寫那個小人物的 對 寫的 辛亥革命 然後其他的話 我會讀那個 華人 華人的那種 比如說 許趙語 台灣 台灣的 或者 香港的那些 就是想破壞我的思維 其實內地的年輕人 很多也是想 衝破這種東西 這樣 我覺得 也是 剛才一直問的問題 就是 我們的失望感 這是我覺得 我們 看不起 我們香港人 實際上 香港人在近代歷史上 對中國的影響 是很大的 特別是 不只是香港 實際上 香港 我告訴你是 整個我們叫 海洋中國人的一個蘇聯 海洋中國人是 是南 也就是不見 廣東 我們在林橋已經出海 在馬來西亞 印度尼西亞 泰國 今天到馬來西亞 他們還是講 這個 黃中華 基隆坡 都是 沒問題的 跟在香港一樣 他們同步是看 PVP的 編輯 同步的 所以林峰為什麼會受歡迎 就是誰 香港是整個樞紐來的 從明橋 到清橋開始 都是 所以孫中山為什麼會 孫中山的革命 是有他的歷史的 一個背景 不完全是他個人的 他是代表一種 海洋中國人 對中國的一種看法 這個概念是很 政治不進全 說出來的 所以我們叫 岳 明 就是福建 廣東 跟海洋的距離 在明橋的時候 北內陸還要寂寞 他們出海更容易 去北京更容易 去北京是很難的 廣東人以前 沒有海陸的時候 所以你知道 我們整個香港 就是這樣的一個中心點 我們在南洋的北部 也是中國大陸的南部 我們雖然是國景金蠻 還是南洋 就是我們 我們在他自備 所以你們念歷史的話 我覺得是有一個很重要 我說為什麼你要看香港的歷史定位 這個是很重要 而是我們定位就是在1997年前 香港人 一樣的一個 有一個邊景 心理上有一個邊景 的話 香港不會有希望 也不是完全接受北方的歷史 我覺得也沒有失望 香港變成廣州也沒有失望 香港就是香港 我們根本上就有一個很特殊的角色 而現在就是 省港大罷工 當時領埔省港大罷工 收費的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 不要說孫中山革命 孫中山革命 是以香港為基地 就是十月圍城 我所說的故事 其中之一樣是真的 為什麼用香港做基地 因為香港有言論自由 可以出報紙 中國日報 就是在陸語對面 中國日報到社 就在那裏 現在那間鎖市 就是楊祠雲被人打死 那間鎖市好像搬了 另外就是富人民社 就在潔志街 現在的圖鴉在那裏 糊塗在那裏 為什麼 就是第二個原因 就是在那裏炒錢 因為當時香港的南北韓貿易 就是南洋的華裔 中國人的商人 有很密切的來往 有很多人 其實你也不說 往那裏炒錢 那裏炒錢 你們要去看 那裏炒錢 所以才有東華裔監的 就是當時 那裏炒錢 就是這裏炒錢 那裏炒錢 但是我應該要去看 我只能去看 那裏炒錢 我只能去看 那裏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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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籌到錢 他可以聯絡到有錢的那些南洋商人 他捐錢賣軍火 日本人可能在台灣陷你去 如果你這樣了解整個香港在近代史的角色的話 你就會知道 其實我們是受了殖民地的歷史教育所影響 我們成長這一個 就是我們六十年代出生這一個 因為我們沒有了那種歷史的perspective去看香港 也讓我們今天只懂得保住我們 你不要碰我 你不要碰我 你過來我打你 心態是這樣 現在我上街動你 但你看不到我覺得 比如剛才這位朋友講到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是有一個 他不是一個即時的校園 比如我們有很多同學來香港讀書 高考狀言也好 或者成績好的來香港大學中文大學 他不只是在學校上課這麼簡單 我覺得 他在這裡生活 在香港生活是會改變一個人 我覺得 我相信任何一個多萌室 多豐沸的中國 在農村來也好 什麼都好 他只要在香港生活一段長的時間 四年 受教育 看報紙 他就會有改變 我覺得 而我覺得香港的角色一直都是這樣的 太平天國走了很多人來 太平昏的長毛就走到香港 有些人在香港走到南洋 做一些長毛 其實後來這些長毛就是支持孫中山革命 那些人在香港走到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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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想他可以安排他去美國 想拜石給錢他叫他去台灣 但是他寧願躲起跪人街 你知道跪人街現在好像都是一些 當時的環境其實都不是很好 接著搬到普渡 而當時真的有一幫商人 上海來的商人 是給錢資助了生下書業 令到他能夠生存下來 但是他們的生涯研究所畢業 教中學的教了我 很幸運 他讀完跟了錢穆貿中三 這幫人讀完中國哲學 去教中學就只可以當時初中 不承認學位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仍然有一幫人繼續在這裏做 其實他們的影響一直會出現 但是這些我相信 我們自己本身都未必能夠 可以有一個清晰的定位幫自己 我自己以前在一段時間在中國大學做原體的 就是四個人做的是三民生活周恩 就是台灣小 어제 hij 和三民習婆 automatically合制的 Sol doing media 其實我的確看到很大的改變 不過他們做媒體的事情 他們那種的使命感 其實香港沒有什麼 但是如果你多接觸他們 你的確是影響中國不知道的事情 當然大家知道有條所謂界線 這些界線不可以過往 但是一個正常的交往 我覺得同內地是一個正常的交往 的確影響是可以很大的 科技先進了 現在是否先進了 傳媒、電子輸、私訊 我想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香港最多的事 為什麼很多思想在香港發生 為什麼中國的 像剛才說的 然後她是一個九月波 受到清朝處法的公司影響 我們遊說去控制做過分 然後就入了香港大學的中文 然後週末去做 第一次應該是做張之棟這個幕僚 張之棟 湖南 張之棟的幕僚 這個就是海外中國人的 對那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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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很值得有 很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我反而覺得 香港這麼自由 反而我覺得跟內地的 那些人對過知識的 以前追蹤 我覺得是差一點點 比如說你看到內地的 就是不要 即是說真的 我現在香港的書 看得越來越試 都是求你建立書 但大部分都是內地的書 甚至比如說雜誌 就像你剛才說的 三明星不走 那樣 完全不同級數 那一件事 就是說的東西 完全是跟香港的雜誌 沒有一本類比得上的感覺 香港雜誌不會做新外革命 一百九年轉身 當然不會 你第一個做完世海 即是可以看過市的 看過很多 反而 我們在一個這麼豐廢的環境之下 反而 譬如說 好像昨天舉個例 我聽的 北倒李承鵬那些說錯 我幾乎聽不懂的說錯 沒有香港人 很少 即是你會覺得 譬如說 你們兩個都算 不要緊 但香港人 香港不只是香港人 香港現在屬於中國 它不是屬於香港人 我跟物化局其實都說 香港書展要扮成一個中國 中國的書展 最出色的中國作家 是香港可以發表自由 他們的意見 無論是海外的中國 哈金也好 北倒也好 或者是內地的作家 莫言也好 他來到香港 他都可以自由發表 漢漢也好 郭敬明也好 他都可以自由發表他們的意見 他輻射出去的力是很大的 我記得上次我跟陳冠宗有一個講座 叫做《虛構與非虛構的中國》 當日已經有人把那個文章 在上面那個網上已經傳了 即是內地有人聽的時候 他將它即時打成一些文字檔 你有沒有看到狠狠 你不知道它有錯誤 所以呢 你可以說我們香港人本身是 那些人也不會有大量的 所以香港是有什麼 香港就是他的內地人 大概幾乎 他有很多 他的文化 做到一個媒體的分析 應該是比較有多 香港他們就有多 香港是在香港的 香港人們打過 香港是一個中共的 以香港人一國是否也要有った 香港人 香港是否也會有多 香港人 香港人變得 香港人又要去運動 香港人們會有很多 香港人會有些人 香港人會有很多 香港人會有個不同 香港人你會有很多 而他來香港去聽這場短錯 他的影響絕對不是他自己的眼淡 所以我又不需要太失望 輸展越來越多 內地的人來 我覺得是好事 應該的 我覺得其實 香港輸展應該將來去北京搞的 要香港輸展 不過要北京會場 上海會場同步的視像 大家一起看 挺開心 有些事情我學部劇中 我也有一些舊本書 關於舊香港的時候 跟他的英文書有一排合著 除了香港之外 跟其他國家一起合著 為何今天我找到新書 是完全不是那回事 例如找音樂書 我去到書局那裡 找不到我想找那些 反過來在01年 很勉強找到一本是內地中國 翻譯出來和香港某一個 合作 出版 後來之後那些變得很商業白 不容俗報告的商業白 而再早期那些 不關殖民的事 但的確是一班人 他有個選擇權給你 你想讀 你真的可以讀 就好像 你能夠了解農德性 有些包吻包吻 或者對音樂 真是很深入去研究 那些理論 還有牽涉到歷史 讀到列明 又可以讀到中國音樂的歷史 但為何今時今日 好像 不知道是否有自我心查明 好像有些人是故意消失了 我覺得很容易 很奇怪 可能原本寫的那個人 就不寫 真的很奇怪 我不覺得 這個 當然會有市場的力量在 我覺得 出版也是受過市場所影響 有市場力量在 但我仍然相信 香港很有趣 它不是那麼容易禁得死 原因是因為它有市場力量在 如果是這樣的 所有的外國報章的銷量應該會最高 是吧 但不是 始終它會面對市場的力量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我不准你做什麼題材 我覺得香港是少 反而影響是什麽 它會受到內地的口味去影響 比如香港電影 它慢慢會受到內地的口味去影響 不要說香港電影 LV Dior都受內地口味的影響 慢慢會出一些大Local的T-shirt 去Entertain內地的消費者 所以我覺得 我經常有個理論 其實我以前 早兩年在一本書上寫過 《紐倫港之夢》 其實它的看法沒有改變過 香港是要成為中國的紐約 它不會是中國的政治中心 如果是 就好像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關係 很痛苦 香港不會成為中國政治中心 但是它會成為中國的一個時尚文化 經濟的中心 如果我們做得到的話 如果我們做得到的話 它對輻射出去對決 你想想紐約是比美國更大的 其實我們對美國的認識 其實是對紐約的認識 我覺得如果我們有這樣的紅心壯志的話 香港是做得到的 香港有最厲害的時裝買手 最厲害的投資銀行家 對沖基金 所以我們要做得到的 其實是對北大畢業 你去華爾街做完 去香港做 去香港做 你讀完法律 你來香港律師行做 你擅長打國際法 你也可以去香港的大律師行做 回繼師 你可能去上海 不過你受拼於香港的 四大回繼師 其實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真的 但是書展就算這場講座全部講國語的那些我都沒有問題 對我來說 我不覺得是一個 當然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 而且是一個所謂的文化消費的市場相對狹窄的 因為我自己做的作者就知道 所謂唱蕭書講1000本 陶傑講5000本 良民度講50萬本 所以我覺得是 但是你說一個良民度在內地成名 其實他的意義是很大的 遠遠大於劉德華 和周圓發 但是你想回頭 就算沒有了香港電影 其實香港電影已經融入了中國電影 你想想楊子丹菲的電影 香港資金投資 有香港演員參與 其實姜文好像移居了香港 最近九點都會抬個小孩去拿身份證明 不知道什麼鬼 姜維也是香港人來的 湯維 湯維也是香港人 已經是香港人 那些什麼郎朗 李雲迪 全部都是香港人來的 你想想想 將來如果我們繼續下去的話 這些所謂 吸納這些中國的人才 他輻射出的應該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講一問 就是香港人的身份 其實香港人從來都不是一個固定的身份 我們有一個南洋的下一代在香港 南洋中國人的下一代 因為當時在清末 很多有錢的中國人在南洋 他們送孩子來香港南部書 楊永強就是楊子群的家族 香港人是一個城市的身份 是向全世界的華人開堂 也不僅僅是華人 我們Ellen Seaman 這些就是猶太人來到香港 美國猶太人來到香港 做Machandising 其實就索套了香港的時尚生活 然後就帶去成都 帶去上海 那麽 那麽 我覺得是會越來越多 這個人 但最重要是我們要知道 究竟我們是什麽 就是我們心中的 我們帶些什麽上去 譬如有些東西 我們的確是教壞了中國的 譬如港商 某些做生意的方式 那種勞動力物集的方式 的確是一個 七、八年都可以的 但現在可能出現很多問題 但我覺得都不要緊 其實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即是它會不斷 一代一代 是一個很長的 當然我們未定在我們這一代可以看得到 可能到我們八十多歲 好像將來的時候 可能都不是追憶那麽簡單 可能那時不用善識寫字 即是視像已經可以搞定 但我想最重要的是 我經常都講一個心態 向後望向前 懷古是什麽意思 是不是完全正向後望 你看回過去是爲什麽 我覺得這個是 我自己看歷史書的時候 我每一次都會留意 純粹歷史的閱讀 純歷史的閱讀 我沒有印象 它一定是望向現在 或者再望向將來 差不多 好像那樣 好像那樣 我想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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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屬於日本的中央寫的 是明朝廷史 正史也沒有記錯 但是是寫一些 明朝、明太國也一陣 寫到 他有一個名義的 是這個 因為中國 收歷史也有一個 一種叫做官收歷史 官收歷史就是明朝的史 明朝的史 清朝的收歷史 正統以為是在官收歷史 將來是私人修律歷史 私人修律歷史在中國歷史學家地位相對低廉 官收歷史非在很多實樂 他們有一個很聯合的一半 但私人修律歷史是很過人的 但跟西方很不同 西方是羅馬市 有私人修律歷史 過人的名字很隨便 所以西方的歷史學家比較過人的名字 中國由司馬遷之後 由開始慢慢來改變 就變成了官收歷史 那個字幕的地位取得了文間修律歷史 而文間修律歷史很多時候出名的史學家 是因為他的史學家那麼出名 例如劉茲基那些 而不是因為他寫的書本身所記住那件事 是有權威性的 而權威性的話 所以味道中之外 這些標語尋 灵詞又雨 經當時的人怎樣對他們吃了他們的肉 逐筆逐筆切出來賣 第二 拿骨頭出來打碎了它 腦 內鑿 整個都吃光 由正史也看不到的 將在有記載 袁崇煥檢食 很細節的 恐怖 其實中國是吃人的過程 就是那種 因為 當然啦 李子偉信與不信 政治就沒有記載 最多是傑 傑就是臨時處死 但是他不只是寫臨時 他寫著當時北京人 當時為何要殺他 是因為他回房的時候 滿清放流言說他帶兵回去做滿清先驅 其實他是帶兵回房的時候 是這樣的 但是崇禎抓了他之後 其實都是不敢殺他住的 因為他整個遼東的系統 中國當時明朝最大的步驟 就是袁崇煥的步驟 其實都控制在袁崇煥的馬仔手上 所以他是要他說服那些小朋友 他就這樣 Suff得把它們放進去 監製已經整個大小朋友 那些公共的小朋友 在這一齊 其實是不太公共的少爭 那些時候 現在有少爭這後 他已經煩惱的人 不是每一句話 沒有必須大小朋友 因為那些 Ponij 自己每一集大小朋友 那些人們都是一集大小朋友 那種仇恨的程度 要整個吃光 這就是所謂的案奸埋博冊所煽動出來的仇恨 而那些漁民 北京蔡司有圍觀的老百姓 就是被這種所謂的案奸情緒所煽動出來 就吃掉了 就這樣 但是後來他有個故事頗有趣的 手軟動換帽的人 一直傳到現在 幫他手軟動 其實是廣東人 好像是東莞人 當然我們廣東人對他認識都很少 除了知道他死得很慘 其實對他的歷史認識都很少 但他裡面有很多一些故事 就好像你遇到你的問題 他寫得這麼仔細 堅定流 那時候他有TVD 有YouTube看到的 口傳給他 口傳都是北京的朋友告訴他 就是這個問題 所謂私人收視和官方正視之間的 最好差別 就會有這個差別 但是你當故事這樣看就不害 因為為什麼史景謙這麼喜歡司馬遷 而他寫歷史的方法都是跟司馬遷 就是在司馬遷史記裡的寫作 所有都是他寫的 寫日文 特別寫人物共出色 寫刺客共出色 大家到今時流傳到今時今日 我們還記得 是吧 刺客也有 寫這個 寫這個 就是 荊莊 尊珠 等等這些刺客 列席 是吧 幾筆的 一點都不長 所以我覺得是 歷史的書寫 我們是補充 補充 補充 包括 他 就彰上一次 昨天 大家可以頂住 第四個 一本就是 軍事和五四運動 其實 disabled 對五四運動 但另一本就是 此外要註殺病 就是 慈慈焦 就破除了一些過去的看法 他說財門晚清末的財政狀況是很好的 其實身為反而不一樣 大家不保持人不離身 都有數據證明 其實革命黨只有一件事 其實就是阿爾蓋達 就是他們當那些滿清皇宮的 為何這麼快結合政權 就是五暴主任 自己炸自己 就是哈馬斯人做炸彈 他專門研究做炸彈 但是汪聲貴不是 這個橋佛的洞 他一走出來就炸他 所以革命黨其他那些吹水事後 民國之後再加進去 很多東西 挺有趣的這本書 寫得很平實 很容易讀到這本書 你看故事書 有空拿幾個出來看 很快看 就是 cambia 無礙 嘗嘗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